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回到第三场的赛事 这一组第三场有4班12米的短度赛 状态指数表方面 有4匹马就有3只大帽子的状态 都真的挺惨疾的 在状态层面里面 可以慢慢量一下这一组马 好了 电路10号 其实这一马一定还有分的 不过你有时见它的跑支 因为它有点乱 来香港还要适应 还有这个档令它跑的时候容易错 电讯飞车近期两次都跑了第三 这一货就是昨天早上的奈圈订步 其实它也是一只有作战水准的马 出来来见过马身模式 也挺吸引的 我觉得它很打仔的 好了 旅游高球 近了 近了 又配备动了 它还有少少担高的头 变成前脚有时整天就不开 因为我期望它可以再好一点 杭州飞轮只有外观看得这些马 也挺可惜 又是健康 经常有血 影响到它的表现 它不是每次有 但久不久弄势 你也会烦 所以就是不稳定的 冷静你就拖一下 好了 六支在前面 后面那一只 大家看看跑支 看看颗颈 前胸 马也好像很强 这种感觉更加小一点 而且那些布里是不稳的 这种是长发 后面 接着是庆晚架 近期两货都是跟庆晚架跳 一货就拍跳在外面追它 这货是昨天早上跟的 马还有一些生生地 但上次它也扑上来 有些追小的 好了 宏才 是不是跑了位置就好了 我觉得不是 不过可能你这次因为荡而跑得好 也不出奇 你看看它的配件 那些跑支 那种情绪 我一般的 是的 我一般的 电子彩虹 这只马的跑支 也不是漂亮的 它的出脚 是欠一些靚脚化的感觉 就可以上来转一下转一下 亦都能力不是 雨季之中那么高 是的 我看它 斗的口不漂亮 反而它好像转下去 好了 反而这只不一样 其实跟状态不状态似的 我觉得这东西是福满宝 这次排出一个漂亮的档 提升了自己 对手不是很强的 这一场马 这只能文能武 都随时变成机会马 它也不是一只很厉害的马 说真的 翻了重发一转 这一组就跟着第二位 六只马尸 后面很多都是长途马 有些未及水准的马 所以它和乐天派 明进复升那些旧马 就试得较好 它是没有骑的 一路全程都在第二位 暗僵不动 说真的 拿着一档 可能已经够用了 还有你有些这样 让它回一回 上了重发 又带回新鲜感 而缩回程跑千二 那是可以的 因为1650可能不适合跑 或者什么形势 不适合都好 之前那次 因为这样的档 而卖得这么热 就是因为这样 是的 闯一 这些之前四班 完全没有什么表现 一落五盘就突然赢了 聂马斯赛又说 好像搞好健康 这只马 希望它都可以继续好 好了 大家开心 神操还是很三眼的 这只马 不过这只 不是说上完名就说正好 之前可以和不可以 它一样在神操里面 交得很好走势 来到第三场 四班的千二米 今次有两组 这组 刚才看过神操 都不是很多马 赚得下 我就选一只10号 能文能武 因为我觉得它今早跳 竟然有点厚 以前不是这样的 那只能文能武 希望再有一些进步 可以赢回场 经常都出不了头 其他马 例如1号 电脑10号 如果大家留意 每次行圈 我都说这些马 每一次出来都不同 前一次 就出来 感觉上文静点 淡定点 幸好那天它抽内蕩 那就好跑 上一次出来是怎样呢 马动得很厉害 急得很厉害 当时也说 这些马抽中外蕩 你这样的跑法 还要上前 它一定组断用得多 人马抵抗 回来就一定不厉害 因为它年轻 没有马跟它 没有马带着它走 它会有时乱笼些 另外旅游高球 又是上次问过话的马 王俊 不过我看它神操 其实还没算 马真的很漂亮 如果因人而热 感觉上就不太划算 西林把马 二号马 电讯飞车 我觉得都是状态很好的马 但是 最能够的两次都是第三 希望这次好些 不能选择 选择 你都选择能文能武 我都不知道 我又选择能文能武 因为是缩了程 那个跑千二 排了一档 好像正正常常 但其实前一次 我都觉得是非常不划算的 为什么我开场白的时候 刚刚沙田有五只赢 上一次跑马地 有三只赢 那些都没赢过 就是这些月份里面的赛事 水准不强 你数一下有多少只马 杭州飞轮 我当你这只刀 OK 没血的 没血的时候表现好 粗得的 其他就九 福满宝 跟着十 能文能武 其他我都选不到什么特别的 电信飞车 都可以放下去拖 因为七档蝕不起 希望我跑得好 其他就临场再看 第三场赛事 都简单研究过